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1949年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一声断贺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个消息传到美国 许多在美的华人科学家都纷纷打算回国 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翁钱学森 也正是其中一员 可是令钱学森没有想到的是 他与夫人蒋英遥遥无期 而又充满艰辛的归国之旅 才刚刚开始 根据媒体透露的资料显示 当时钱学森在美国处境极为尴尬 中国人的身份让他很早之前就失去了信任 并且收到了密切监视 他在美国的生活 可以用度日如年四个字来形容 再后来 当时的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包围 与经济封锁的敌视政策 千方百计地阻挠钱学森和中国的交流 并且阻挠他回到中国 美国的海军次长丹金布尔 曾经撂下一句狠话 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 都只五个师的兵力 换句话说 就算是弄死钱学森 也绝不能放他走 那么美国为什么最后还是放了钱学森 并且让他回到中国了呢 是美国良心发现 一时糊涂才放了钱学森 还是另有隐情 接下来欧阳给大家详细说说吧 1949年 钱学森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专门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 提出钱学森只是向学校提出了想要回国的计划 并且还得到了学校的支持配合 但是很快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时任美国海军部次长 丹金布尔德尔德里 这个丹金布尔可以说是钱学森的老乡识了 两人曾在同一家喷气工程公司任职 钱学森是技术顾问 他对钱学森的专业领域和工作能力知道得清清楚楚 深知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利益厉害之处 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应尽量设法劝阻钱学森回国 很快 钱学森就遇到了回国路上的第一道侃 在1950年 钱学森先是在6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以涉供的罪名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并起诉 后来又在8月被抓到了特米诺岛监狱里 一连关了15天 期间单曾以私人身份见过钱学森 表示他虽然不认为钱学森和共产党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还是希望能够挽留钱学森留在美国 说起来这个单金贝尔也挺有意思 他对钱学森在私人交情上讲一起够哥们 不但替钱学森找了一位律师 为他在听证会上辩护 还打电话怒斥司法部说 说我是共产党都比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可能性大 他老婆不是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女儿吗 我的意思不是要逮捕他 太可怕了 他不是共产党 我们不应该监禁他 但是在对待钱学森回国的这件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上 又十分果断 坚决不让钱学森返回中国 不仅亲自劝说钱学森留在美国 还给美国移民局打电话 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 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都抵得上五个诗 而这就是钱学森顶得上五个诗这个说法的由来 自从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奔走之下 被允许交保释放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将被迅速宣布无罪的时候 美国移民局出人意料的判决 将钱学森驱逐出境 但是根据国务院的禁令 记住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的外国人是不能放走的 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钱学森 于是钱学森迎来了回国路上的第二道坎 也是作为漫长而痛苦的一道坎 从1951年9月开始 钱学森不仅再也不能接触任何保密的工作 还被下了禁足令 禁止离开洛杉矶市的边界 他和他妻子的行动都受到政府特工的严密监控 家里的电话每天都要想上十几回 确认两人是否在家 根据规定 钱学森一家只能在住宅附近30米以内的范围活动 特务们24小时监视钱家的动静 记录有什么朋友来访 钱学森去了哪里 于是钱学森干脆哪也不去 就这样过着孤独的生活 这样全天都在受着密切监视的软禁生活 一直持续了五年 而在此期间 钱学森不曾一日放弃回到中国 据钱学森的儿子回忆 曾经有一次他和妹妹在家里憋得太久 就去找爸爸钱学森 让他带他们去远处玩 结果钱学森就带他们坐着车 在附近转了一圈很快就回来了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由于钱学森的生活遭到了360度24小时的监控 他一直无法向中国传达想要回国的希望 终于在1955年5月弃机来了 一天钱学森看报纸 正看到一张照片上 他的老前辈陈淑通站在毛泽东身边 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这个陈淑通曾是浙江大学的钱生 求是书院的副监院 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君夫 和他妻子蒋英的父亲蒋百里的老师 深受学生尊敬 而钱学森小时候见到陈淑通 都会恭恭敬敬地鞠躬 口中叫着泰老师 钱学森和蒋英想 如果能够取得书老的援助 一定能得到国家的鼎力相救 看到希望的两人立马商量着 如何能和陈淑通老先生取得联系 营救他们回国 在特工的严密监视下 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唯一可行的就是用最原始的 远距离通信手段写信 为了防止书信落到美国政府手里 钱学森夫妇不敢直接把信寄回国 蒋英提议把信寄到 比利时的妹妹蒋华那里 再请她转寄给陈淑通 这样可以减少受怀疑的程度 在信中 通过夫人蒋英代彼 钱学森恭敬而又真情实切地 表达自己想回国 报效祖国的迫切之心 以及被美国政府软禁的窘迫之情 另外还附了一张 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 驱逐对美国不利的小简报 上面说美国政府 不愿让钱学森离开 是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由于担心会被特务认出笔记 蒋英写信封 她特意模仿了儿童的笔记 接下来就是如何瞒过四周特务的监视 把信偷偷寄出去了 由于长期跟特务做斗争 钱学森夫妇也练成了反侦查的本领 两人在住处附近仔细侦查了一番 发现一家咖啡馆里有玄机 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 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信 打扮成出去喝下午茶的样子 慢慢地走进那间咖啡馆 果然 两个特务靠了上来 钱学森判断 如果两人一起走进咖啡馆 特务肯定会跟进去 咖啡馆里的小油桶就暴露了 他停下脚步 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尾随在后的特务 特务们猝不及防 看钱学森站在那里不走了 也在三五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一脸尴尬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些特务们都不是第一次跟踪钱学森了 都已经被钱学森骂过几次了 现在也都不愿意再上前挨骂了 蒋英大声对钱学森说 你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他迅速溜进咖啡馆 将藏在裙子里给陈叔通的信 夹在给蒋华的家书中 投进了油桶 信一寄到比利时 蒋华立刻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 又平安地寄回到国内 陈叔通先生收了这封辗转而来的信 觉得意义重大 没有片刻耽搁 当天就把它呈送到钟恩来手中 1955年8月 恰逢第二次中美大使集会谈 在日内瓦召开 中方正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回国 钱学森的求援信 唯一是最有力的证据 钟恩来拿着信高兴地说 这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原来自从1953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中国就一直有在 对美国提出平民返回中国的问题 由于美国封锁消息 矢口否认事实存在 新中国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 精确数字不清楚 也苦于一直无法掌握直接证据 可以指控美国政府阻挠留学华人归国 与此同时 在朝鲜战争中 中国也服录了相当一批数量的美军战斗人员 美国一直都急着想要要回 在中国关押的战俘和美国侨民 因为当时中美尚未建交 于是美国开始试探性地 通过当时 与与中国建立代板级关系的英国 来与中国交涉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钟恩来 明月果断地抓住机会 他认为这是在美国对中国敌对 和坚硬状态下的 一次有利于中国外交的机会 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 并在1955年 当着美国人的面 宣读了钱学森的信 还将原信及翻译件 拍在了美国代表面前的谈判桌上 终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说了一句 让他回去吧 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 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最终中方用了11名美国飞行员 换回了一个火箭专家 钱学森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到1955年10月 整整6年时间 钱学森用了6年的煎熬 终于踏上了久别的中国大地 钱学森最终把他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中国科学事业 被公认为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和火箭之王 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 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 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还知道哪些 有关钱学森回国路上 显为人知的秘密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 喜欢欧阳的观众朋友 还请不要忘记 给欧阳点个赞 并关注头条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